屏東登場的全民運動會 昨天傳出兩起砸水瓶事件 其中跳繩決賽當中 這跳繩越拉越長 所以裁判長決定重新比賽 觀眾不滿 所以丟水瓶 另外一場運動舞蹈 因為也有人覺得評分不公平 丟水瓶砸裁判 場上選手快速跳躍 動作整齊劃一 累積跳繩次數 突然有水瓶飛來砸向場內 這兩個水瓶是從二樓觀眾席丟出 還好沒有砸中選手 但已經引起現場騷動 就怕選手受到影響 全民運動會在屏東登場 二十七號男子組跳繩決賽 因為跳繩出了問題 裁判長做出決定 部分隊伍重跳 引發不公的質疑 他當天那個繩子是有 就是越拉越長 經過裁判長的那個 就是處理 就是這一件 他們就判定要重賽 有關賽民眾高喊抗議 又莫名出現丟職的水瓶 現場狀況不斷 有人不滿 助手的機動派出所遠景 態度消極 一下子一個動作而已 我們也沒有叫他 就沒有跟他講 然後就這樣離開了 好像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不可惜 因為這樣對於選手 或者對裁判教練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危險 無獨有偶 另一場民俗舞蹈比賽 也有水平從天而降 還打中教練 選手在場上拼盡全力展現運動家的精神 倒是場外觀賽者情緒激動 失控影響賽事 主辦單位將會加強安管 避免類似的情況再度發生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 見到我們只剩下剛才 五人 電視 電視